然後 就是很吃的那種 似乎被強吻過程 不舒服到整張臉皺在一塊 YouTuber愛麗莎莎 最新影片分享 曾被某位演藝圈大哥性騷擾 演藝圈大哥就跟我講 他住士林 我就說我也住士林 然後他就說 那我送你回家好了 多年前聚會結束後 這位演藝圈大哥熱心接送他回家 沒有想到對方 竟然在他家柔下突然強吻 愛麗莎莎強裝鎮定推開對方 對方竟然還不死心 他有拉我就問我說 我可以上去嗎 然後那時候就用你來當藉口 我說可是我跟我室友一起住 他說不然去模特兒 我說不用了不用了 謝謝 外界好奇這位演藝圈大哥 究竟是誰 他則透露兩大線索 一時住在士林 二室友酬顏習慣 也吸引大批網友討論 只是近期不少MeToo爆料 愛麗莎莎幾天前也跟上蜂巢 在社群喊出MeToo 但貼文卻是在放閃男友 遭到網友砲轟 MeToo是人家一身傷疤 別在這種節骨眼 還亂開玩笑